老王刚和妻子搬到新家 两人正在努力整理房间 这时楼下的电话响了 当他接通后 对方却一声不吭 还把电话挂了 老王感觉非常奇怪 按理来说 自己刚搬家换信号 应该不会有人打来才对 他又重新拨回去 也只听到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老王也没太当回事 下午的时候 老王拿着望远镜 看远处的风景时 发现了一个美女 正在树丛里脱衣服 这是何等刺激 他支开妻子 想要好好欣赏 仍一回头的功夫 美女不见了 看着美女留在原地的衣物 老王起了色心 他跑进树林找人 没想到美女昏倒在石头边上 全身赤裸 看着刺激有诡异的场景 老王慢慢靠近 想要一探究竟 这是一个绷带男跳出来 用剪刀狠狠扎进他的胳膊里 老王吓得转身就跑 连头也不回一下 他慌不择路 逃到了没人的房子前 用石头砸碎了玻璃 躲了进去 他找到纱布 处理了伤口 还在房间里发现了对讲机 老王试图求救 对讲机传来一个小哥的声音 他告诉老王 绷带男已经找了过来 要老王立刻去山顶找他 还打开路灯 为老王指路 有了支援 老王顺利与小哥会合 他才发现 这里原来是个实验室 但这里的大门并不能反锁 小哥提出 两人一起躲进房间的水槽里 老王虽然着急 也看出水槽的诡异 他并不是很想进去 然而此时 绷带男已经开车赶到了 老王被吓得乖乖进了水槽 他看着小哥 在外面把水槽关上 心里一万句脏话想骂 说好的一起跳呢 过了一会儿 水槽盖子打开了 老王终于呼吸到新鲜空气 但他看着窗外 整个人都猛了 说好的晚上 怎么就变成白天了 在一旁的小哥 也突然不认识他了 老王意识到不妙 转身 想要回家 他观察家里的情况 却发现家里竟然 有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小哥拿过望远镜 也吓得腿软 他告诉老王 朋友 恭喜你穿越了 原来实验室里的水槽 就是穿越机器 老王从16号晚上 穿越回了一切 还未曾发生的16号白天 但麻烦的是 在这个时间里 有两个老王 穿越前的是老王1号 穿越后的是老王2号 老王一听自己 变成了2号就不爽了 虽然都是他自己 但是他看着1号和妻子在一起 就像是看隔壁老王一样 小哥便捷 两人的关系就像是镜像 只不过1号 重复做着2号经历过的事 看着老王不高兴 小哥拿出纸笔 开始笔画出主意 2号你就待在这里 等到晚上12点 1号肯定要过来 我帮你把他送回去 你就是这里唯一的老王了 作为交换 启动机器的事情要保密 2号老王听得头疼 他不太敢相信小哥的话 毕竟之前小哥 就没和他一起 跳进水槽里 等着小哥离开 2号老王就给家里打去电话 他听着自己的声音 出现在电话里 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好 只能挂断 此时此刻他才明白 最初自己在家中 接到的诡异电话 是咋回事 小哥发现了1号回拨过来的电话 他警告2号老王 不要试图和1号产生交集 一切都要按照原本的剧本进行 不然会出大乱子 但2号老王要真的乖乖听指挥 那就不会有接下来的发展了 2号老王拿过实验室的车钥匙 他准备回去解释一切 路上却看见了之前在树林里脱衣服的美女 他正想着怎么回事 后方一辆红色卡车冲了过来 2号老王被撞得一脸鲜血 下意识地扯过胳膊上的纱布给自己包扎 然而缠着缠着就不太对劲了 这造型不是追杀自己的绷带男吗 这时美女找了过来 他帮老王整理纱布 并好心提出打电话报警 老王偷偷拿走美女包里的剪刀 穿上了路边散落的大衣 这下他已经从2号变成了绷带男 他还记着小哥的提醒 一切必须按照已经发生的剧本来 为了让穿越前的1号老王能看见美女 他把美女带进了树林 并用剪刀威胁她脱下衣服 美女以为自己遇见了变态 假意配合 趁着她松懈立刻逃跑 绷带老王追了上去 两人摔倒在地 美女也摔晕了 为了还原1号老王之前看见的场景 绷带老王只能把美女扒了个干净 埋伏在一旁 等着1号过来就冲上去扎胳膊 1号老王成功逃跑 石头那边也传来美女的尖叫声 绷带老王立刻返回 却发现美女逃进了自己家里 他想找到美女解释自己并没有恶意 但他也不想想 一个陌生男子把你骗进小树林 还强迫你脱衣服 换作任何一个女生 都不会相信这个人的鬼话 两人一个追一个躲 阴差阳错间 绷带老王把躲在房顶的妻子认作美女 想要拉下来解释 没想到一失手 妻子摔了下去 老王心里是崩溃的 这时对讲机里传来1号和小哥的对话 想起两人的计划 他立刻告诉小哥 自己就是2号老王 但此时已经变成了绷带男 小哥立刻反应过来 配合哄骗1号进了穿越机器 绷带老王找到小哥 提出再次穿越的要求 因为他想要救回坠楼的老婆 小哥自然是反对的 他谎称 机器的能量用完了 要下周一才能回复 但绷带老王发现了小哥准备穿越的备用能量 一番暴力威胁 小哥才说出实情 原来老王并不是第一个使用穿越机器的人 在他之前 还有一个老王3号提前穿越过来 这个老王3号知道所有的结果 3号告诉小哥 穿越结局并不好 请小哥阻止老王再次穿越 但为了救回老婆 老王依然进了机器 机器再次打开以后 他就成了3号老王 从机器出来 他就把一切告诉了小哥 还躲在一旁等着2号离开 他想开车回家 阻止自己误杀老婆 小哥他去了车库 3号老王这才明白过来 车库里的红色卡车 就是撞2号老王的车 这是要自己杀自己啊 撞了2号老王以后 他遇见了苏醒后逃出来的美女 3号老王带着美女回了自己家 老婆也在家 他看见了之前的绷带男非常害怕 3号老王看着老婆 想起了他已经死亡的事实 心里一道灵光闪过 无论如何 都有一个人要死去 那就让美女来做替死鬼好了 他把妻子转移到房间里 并锁上门 接着他找到美女 给他换上老婆的外套 并剪掉了他的长发 哄着美女躲到房顶上 冷静地做完这一切后 他把妻子拉出来 两人坐在院子里 听着2号老王成功误杀妻子后 开车离开 他扔掉了手里的剪刀 一切都恢复了 看完电影不得不感叹 最无辜的就是死去的美女 一个完完全全的炮灰 很多人提到无限循环 就会响起恐怖游轮 但恐怖游轮是有始无终 时空罪恶则是无始无终 在两次循环后跳出 也不失为一种新奇 三个老王在同一个时空里出现 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意义 一号老王代表着自己的欲念 二号老王代表着 为了恢复自己的安稳生活 使用不正当手段 三号老王则代表着 自私到极点的杀念 三种罪恶是一步步递进的过程 我们更应该懂得防危度见 一个小小的恶念 经过发酵后都会不可控制 最终引发无法挽回的结果